这些人都不在乎 他们都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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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苏卡1981年出生于柬埔寨的波罗免省 柬埔寨内政部长和副首相 是柬埔寨政坛快速崛起的年轻领导人之一 也是官二代崛起中最有权势的核心人物 他不仅继承了父亲苏庆的政治遗产 还凭借自身能力在柬埔寨人民党内取得重要地位 苏苏卡自2023年8月起出任柬埔寨内政部长 接替其父亲的位置 管理国家安全、公共治理、警察制度等重要领域 苏苏卡拥有广泛的国际教育背景 他曾在法国、德国、捷克和新加坡等国留学 获得了包括农村发展、民法管理和警察军事技能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他不仅精通法语和英语 还展现出卓越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这一系列的国际化教育经历 为他在公共政策和国家安全管理中的领导角色奠定了基础 之前 苏苏卡早年曾在柬埔寨的教育部担任国务秘书 主导了多个青年发展和教育项目 旨在提高柬埔寨青少年的技能和教育水平 而且他还担任了多所大学的董事会主席 积极推动高等教育改革 2023年大选后 苏苏卡正式步入柬埔寨的核心政治舞台 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和副首相 负责国家安全事务以及国际警务合作 他与中国等国家的执法机构保持密切合作 推动地区安全和反恐合作 作为新一代政治领袖 苏苏卡肩负着现代化柬埔寨的重任 他的多元化背景 国际视野和对本国事务的深刻理解 使他成为推动柬埔寨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